今天来上一个新课啊 新的词族又开始展开了 对吧 我们前面讲了第一个算是大的词族 第二个呢 连续讲了两个小的词族 现在我们来讲第四个啊 这家伙有点大啊 这给拿抓打 这家伙这词族可大了 这词族我现在没敢算啊 粗略估计下来 这一家人就要走掉两百多个单词 好 我们来看看啊 但是不要害怕 没关系 有我在啊 老规矩走了啊 好 我们今天呢 为什么这个词族 我们说这个大呢 因为它涉及到人生当中的一个 就是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给或者拿啊 这个动作跑不了 所以你不要看这两百多个单词啊 它全部绕着给和拿展开的 有些朋友会讲 我那怎么可能啊 全是给拿 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么多给拿 是吧 好 因为从这个给拿呀 请大家看左边 它可以衍生出来很多含义 就像你啊 就像你跟我讲啊 我们讲 就像你啊 你在学这个木字旁的时候啊 你不能光说 哎 它就是木头 啥呢 你这个木字旁 对吧 它有木制品 对不对 还有村庄 树木多的地方 所以你要了解 就从中文开始就要了解它的衍生含义 我不知道说这个话 大家听懂没有 请你看 比如这个给拿 它就包含哪些 它有传授 第二 它有装下来 抓在手里 装在容器里边 还有人思想上的接受 还有拿的比较狠的时候 比如我一把抓住你 你要跑 插一下 哇天 把衣服给扯了 把东西给扯了 这都属于这个大词族 大家听懂了没啊 就是将来从这个广义的方面去 去了解这个英语单词 你就会觉得它的母语一样爽 你发现 哇 基本都这意思 哇 是这个意思啊 好 我们再往下看了啊 那么按照词族逻辑来讲 你看你看 这都是给拿有关系 最基本的给拿 我刚才说了装 给别人接受 传授 还一把抓住你 你不要跑 他非要跑 哇 古代人就是这样 非要跑 撒 撕裂 我们今天从最简单的它 开始讲起 最简单的给 好吗 好了 准备好打个一 我们就开始上课了 哦 这个词度很大的 这个词度得要六七节课的 啊 好 走嘞 好 那么我们今天先来讲一个 这个家伙啊 不知道大家熟不熟 嗨波和黑波 就这玩 嗨波黑波 涉及到单词 好了 不多啰嗦了 好 我们来讲这个嗨波黑波 我们先来上了啊 嗨波黑波 我这时候 我现在讲一个叫 给物 给 就这个东西啊 你讲这东西干什么 你不要讲嗨波黑波呢 我肯定要讲 嗨波黑波的来源嘛 这个嗨波黑波来自哪里 就来自于给 给是最简单的了 给我们知道 这给和拿的话 我的妈 一个给一个拿 那给肯定是老大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给吧 我们倒是在这怎么来的啊 比如这个给 啊 还有这个给夫特 哦 都是给给不是动词 给夫的啥 名词 就是给你的那个东西 啊 这里的 呃 着福音 V和清福音 一回事啊 一回事 对吧 就是给你的东西 礼物吗 gift 还有说 哇 这有天赋 天赋 什么叫天赋 什么叫父字啊 父就是给予 我赋予你 老天赋予你的东西 老天送给你的礼物 就叫你的天赋 gift 天才 那同理可推 我们看底下这个 利夫和辣一夫 它是一回事 所以这呢 这俩单词 一家人 看到的打一 看到打一 啊 天赋 礼物 老天给你的礼物而已 没啥了不起 再来一个 forgive 大家都知道 forgive不是原谅吗 这里边有个give 卧了个天啊 什么是for 我们要看什么是for 我们在讲for的时候 我特地调出来一个单词 就perfect 啊 这个per表示完完全全 记得同学打一 per表示完完全全 fact表示做 完全都做完了啊 叫完美 好 这叫perfor部分 所以这里的for for 就是完全 你受伤了 你难过了 对不对 谁惹了你了 人家说呀 算了 你原谅 什么叫原谅 这事都都都过去吧 不要老装在心里 不要老放在脑子里 都都给出去 就忘掉吧 让我们忘掉一切 啊 这叫原谅 把心里不爽的东西啊 从心里边拿出去 把令你受伤的事 难过事 拿出去 就叫forgive 啊 得了 不要放在心里 全全拿去 哦 我就想通了 啊 我为什么想通了 心里堵着那东西啊 我出去了啊 拿出去了啊 不再堵了 好 我原谅你了 好 这个当然不是本课的重点 本课重点先要开始讲这个了 你刚才不是说好要讲 嗨不黑补了吗 那你把黑补拿出来 你说这黑补跟give有啥关系 这是老外的喝歌部分啊 大家看啊 喝歌部分 我要 我现在要做一个年龄测试 我跟你讲啊 我记得我在七八年前在上海啊 教口语的时候 哇 那波学生那时候鼓励他们拿英文给我写信 有些东西写不出来啊 写到最后 好多 尤其是女生啊 写到后面啊 老师我写不出来了 嘎嘎 大家还记不记得当年有一阵特别流行 就是跟人说完话以后 嘎嘎 知道这个事打一 不知道这个事打二 年龄测试 这是弄完整个人跟鸭子一样 嘎嘎 你知道这嘎嘎是啥东西吗 不是人家学鸭子叫 嘎嘎就是哈哈 啊 就是哈哈 年龄测试啊 这是年龄测试 知道这个事的 你 你这不再年轻啊 你是大人了 好了 嘎嘎 我也给你来一下 嘎嘎 好 我们知道这个 这个嘎嘎等于哈哈了以后 我们可以讲课了啊 好 正式开始了啊 好 我们来看第一个词 habit 那不用说啊 第一跑不了 习惯 习惯 哇了吗 从小就知道 happy happy 习惯 习惯 好了 来 先来一个 habitual AL形容词 单词不用背啊 凡是这种叫单词不用背 happy truly 就是形容词或者副词 没有问题 对不对 没有问题 就习惯 习惯上的 习惯的日常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打个一 就这么简单 我们敲个一 我们直接往下走了 你像这种课 我们现在都不用讲 像这种内容 我们讲这丢人 好 下面一个有点 这个不能 这个不能 happy true 往后把tual变成ate ate 个家伙 个万能 还记得万能 除了副词 他都行 对吧 那么在这里 他充当了动词 对 他充当了动词 因为底下 你看到 happy true ation 你看 原来happy true 他又演化出来 加ation 变成名词 那你上面的家伙 肯定是动词了 happy true 那就是习惯于 做动词 happy true 习惯于做某事 另外后面 叫习惯化 或者名词 习惯于做某事 没有问题 再敲个一 就编动词 刚才是习惯 一个好习惯 good habit 这边happy true 以后看到了 动词动词习惯于 好了 这都不要讲 好 这个才是重点 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你讲到的habit 他实际上跟这个 这个习惯有要求的 他一定 他跟hobby不一样 hobby 你们打篮球 是不是happy的 不是happy的 打篮球不是happy的 打篮球这种什么 打篮球跳舞 这是hobby 那么happy的什么习惯 请看右边 他一定要跟生活有关系的 才叫habit 或者持续时间很长的 才叫habit 听懂的打一 这是一个关键点 就是你以后再用habit 不跟生活有关系的 不跟长期有关系的 你不要用 偶尔做做的这种东西 不可以叫habit 你叫habit就可以了 叫嗜好爱好就ok了 为什么我马上从词根来告诉你 因为害波实际上就是害乌 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 拿呀抓 虽然害乌这个词不在这个词组里边 但是不在就是他这个害波这个词组里边 但害乌在我们要讲的给拿抓打 害乌是在里边的 什么意思 叫抓 你说什么叫抓和拿和站呢 它跟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好静下心来 仔细听我这句话 慢慢讲 在古代在过去 哪怕就在现代啊 在森林里边 在大自然里边 你要活下来 你是不是一定得站住一个地方 牢牢站住一个地方 你才能活下去 不管动物也好 人也好 懂得打个一 就知道这个道理的打个一 为什么动物的领地是这么强 你能理解啊 你不能理解 我就送你副图 这个图虽然有点不雅 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没有 为什么狗狗出去都要 要皮扬的 为什么标定机号 这块地方是我的 我不把这块地方站了 我将来怎么活 不好意思啊 这图一下生动的 讲懂这点 所以害不就是站住这块地方 然后活下去 听懂的打一 听懂打一 这是一个关键点啊 所以害不由站 站地方 衍生出来一个生活 这下面这些啊 顺理成招 好讲的不得了 ant表示人 你现在知道 害不表示 害不表示 害不表示站住 然后活下去 那就活嘛 就live嘛 habitant表示人 好了 居民 我不用讲的吧 habitable加able 简单 能怎样 适合居住 第一 不用讲 habitable 很宜居 habitable 可以住 人 我就住在这 当然这个词很高大上 就habitation 是人类的整个这种居住啊 居所 这个词贼高大上 你用的时候小心点啊 小心点 habitation 就是贼正式 啊 听到了打个衣服 你看 我们从这都说活啊 居啊 live啊 站住啊 活下去 我给打个衣服了 走喽 那么你说 呦 说了半天 你光说人类 那动物也得活了 然后老祖先想想 我去 这是 给动物也得有个词 来了 给动物的啊 这个叫habitat habitat 注意他的发音啊 habitat 指的一般不指人 指动物植物的生长环境 那个叫什么 栖息地生长环境 哎 不要讲那么多 就是动植物的居所 哎 记住了啊 这个词怪怪 habitat OK啊 以后讲到啊 说这种植物 只能在这种habitat底下活 对不对啊 我家养的 我家好像没养啥 狗一把草 啊 就在这种habitat 记住了 打个一 啊 就打个一 好了啊 好了 来了啊 精彩的接着来 你发现 讲了半天 没什么词 哦 有形容词 哦 有人habitat 哦 有habitation 哦 有名词 哎 我的天 你好歹 你得给我个动词 发现了吧 有动词 动词一旦让你想到居住 你是不是会想到live in 承认这点打一 你给我讲个动词叫居住 live in live in 承认得打个一啊 所有同学啊 承认打个一 live in live in 那到这咋办 那还有啥打扮 我把印掉钱都不就完了吗 看好了 inhabit 就是live in 因为前缀是借词的残留 所以这事儿它会出现在词根的前面 你不陌生吧 你不陌生吧 你看就像这个 你看这个 wait for 哎 我要转成那种 我要把这个for转成借词呢 就转成前面这个 a变成await await 看见这个手术了没有 看见这个手术了没有 所以wait for 老百姓讲 await 给我打上一点 live in 嗯 没上过学的人讲 学过 上过学的人讲 inhabit 知道文采了吗 听懂了没有 听懂打个一 听懂打个一 而且还有 还有更妙的一点 你这么做完了以后 你不再需要借词 因为借词已经挂到脑袋上了 没错吧 没错吧 借词已经挂到脑袋上了 所以wait for 你后面要有个for 你用await 后面啥都不用 它急误的 来给它一个例句 以后就这样用 你别用错了 你别后面 inhabit 你别给我来个什么 inhabit in this place 不用急误了 借词掉前面去了 你直接用 many people inhabit this place 上过学 叫很多人住在这里 听懂了 还不赶紧给我打个一 这么有意思的课 到哪听去 这么好玩 看到哪听去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来了 好 所以inhabitant 跟inhabitant 一回事 一回事 ant居民 谁用的多一点呢 这个用的多一点 就是这个inhabitant 多一点 因为他很明白 他live in 大家好理解 哪个都对 哪个都对 心里不要有压力 我们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这你猜 我不吭气了 habit 有一个衍生意义 站 拿 叫生活 like a call call habit 来呀 我等你猜呢 你把你不吭气 我喝水了 快点啊 对了啊 配上这幅图 好像很少有人猜错 同居 男生跟女生 住到一起了 当然这肯定指 因为结婚以后 那是正常的 那是应该的 他一定指的是 未婚同居 cohabitant 对我生意就小一点 cohabitation 过去了 过去了 图片给力 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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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算不过多讲 因为这个观念不一样 外国人觉得无所谓 你俩人住在一起 还是结婚的前照 还挺好的呢 中国人好像 答答了 说这干啥 好 好 现在让我们回归 怎么谁非法 我天 也不非法 现在没有这个法管 这个啊 来 现在我们来看啊 我们要回归本源 回来啦 回来了 我们因为hab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 这个live的分支 我们现在回到这边 还是给 还是拿 habit 我们再来看了啊 这个a变成i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接受的啊 你是不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外国人写错字了 嗨波写成黑波 你觉得你能接受的 就是你原谅老外 你打个一 你说啊 这很正常 老外这种蠢错误犯多了 啊 你说我很 我很能了解他的啊 没有问题吧 OK打个一就是 写错了嗨波变黑波 我们现在开始讲 要讲黑波了 哎 对了 行了 你原谅他就行了啊 来 我们来看heat 这个heat就是拿啊 heat就是拿 对吧 他能组什么词呢 他一般组成这三组词 heat 好 他跟谁呢 xproin 啊 我们为了节省时间 我直接公布答案 但是你脑中一定要对 这些一定要铁书啊 听见了没有 x表示y pro表示前in 要不就是否定 要不就是借词理 OK吧 OK啊 我不多讲了 这个因为比较简单 所以他构成的词 有这些东西 那有这些东西啊 行了 你脑中这些前缀 你一定给他好好看啊 好了啊 不再多啰嗦 好 往后 开始了 好 x exhibit 我们来看啊 里边个大大的heat heat就是拿 heat就是拿 x向外 把东西从里边拿出来 heat就要展出展览 很简单吧 叫take it out show it out 拿出来 没有问题啊 heat就是不太好念 因为有这个h在这导弹 h你不能念 x exhibit 那不是啊 跟我念 exhibit 那个h看不到啊 exhibit h本来念 我们后面再讲这个凡人的h 他的衍生词 exhibition exhibitor 无所谓 名词 一个展览 或者参加展览的人 这好像不太难吧 拿出去 给别人看 OK的打个1 OK打个1 我们先讲下一个 下一个才有意思啊 exhibit 我们从来都学了啊 没有你打个1 来走了走了 好 往下看 这个词啊 很多人讲不清楚 我特 我特别 我要地面课 我讲这个最善 我最拿手 heat的叫拿 拿靠什么拿 拿肯定不能靠脚 拿肯定拿手拿嘛 所以pro叫钱 因为我现在没法开摄像头 对吧 所以我找了这个图 你路上碰到个警察 把手这样呢 就像这个动作啊 把手伸到前面去 这是什么意思啊 谁能告诉我 你开车碰到个警察 这样来给你来个这动作 手笔直伸到最前面 是让你干什么 啊 是让你停 没错吧 啊 是让你停 所以这个动作 你就记住了 这动作就是标准的 prohibit 叫禁止 给力不给力 觉得给力打个一 一下就讲明白了 你拿不得靠手 啊 哪 嗯 嗯 啊 这种助记法最爽 prohibit 所以 你后面在什么 prohibition prohibitive 啊 我都知道 我都知道 这些单词是免背的 我只要知道 他爸叫禁止阻止 那这些就是禁止啊 禁令禁止的阻止的禁止地 啊 到这儿没有问题的 再次打一 啊 让我知道 你没有问题啊 我讲的 我觉得很清楚了 prohibit 手伸到前面 啊 够了 好 这时候呢 经常有些同学呢 会说 哎呀 老师我这个这个我背了这个根据有什么用呢 那么那这个单词还有好多好多其他的那种含义 那怎么办呢 我们原来讲过先学根据衍生意 是你根据加上语境 它自然而生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这里边有一个词 嗯 就是prohibitive 它第一 我们叫阻止的禁止的 啊 好了 我现在给你另外一个你看一下啊 你给我看一下根据这个语境 你来试试 叫the price of this bag is prohibitive 这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去买包 啊 我一开始买上 买菜 20块钱够了 买肉 100块钱够了 哇 这时候走到店里面 哇 这个包 哇 5万 10万 我的天 我说这价格太prohibitive了 啊 啥意思 啥意思 这价格咋了 昂贵 说的对啊 它跟阻止有什么关系 就是我玩不下去就要剁手嘛 我明天讲叫剁手 就你别干了 好吗 你把手剁了吧 因为这东西太贵了 你不能再买了 你买了 亲家荡产 你今天荡产都买不起 啊 双十一叫价格过高 它的意思就叫 cannot afford 将来我们学到 afford这个词 你就知道了 forward就是朝前走 伏特伏特啊 就是朝前走 就是forward的 大家知道那个forward 那个单词吧 向前 我打一下 呃 forward 就这个 向前 看到了吗 看到打个一 所以我们说付得起 就是forward 我可以继续付款 继续买下去 我把这个购买的这个过程啊 给他完成 我can not afford 就是我走不下去 为啥了 我掏不起 你这包三万 我银行里面只有三百 我怎么能够afford 我走不下去 玩不成 听懂的打一 所以看到了吧 所以他特指跟价格在一起 叫价值太高的 玩不下去 剁手吧 把手剁了 停 停 不能再买了 买不了 下面一个inhibit in就是里边 hibit就是手吗 跟他说 好 我把一个东西 看 这个东西 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个啥 是个球吗 啥 我找着图片 给他死死的捏在手里 就是叫hold in 我喝 把他捏在手里边 我就是不让这个东西 长大或者让他出去 就叫抑制 阻止 抑制的意 这个提手旁 就是捏在手里的意思 听懂打一 听懂打一 inhibit 就是hold firm in my hand 听懂打一 同志们 好了 这三个单词 快刀斩乱麻 拿手直接过去 好了 inhibition 抽象名词 抑制抑制 此此捏在手里 hold in 捏在手里 inhibitor倒不是人了 不叫抑制者 抑制计 这是专业名词了 抑制 这个植物生长 打一点就不长了 这三个词族 我再说一下 exhibit prohibit inhibit 现在你脑中 如果有画面 理解的同学 请你打个一 我也没费多长时间 我看一下时间 两分半 我讲完了 有画面 好理解 你就打个一 下面下一个 下一个精彩的来了 叫debt debt的背货 对吧 debt叫债 没念好 叫戴不特 好了 没关系 我们来看 这东西里边好像 这东西里边好像没有hebi 我们来看 道理在这 道理在这 道理在哪呢 这个hebi有 只不过这个h没了 就像你读exhibit的时候 我们把h叫呼音 就这个 我讲发音的是不是讲过 发音的最终的秘密是一口气 凡是跟着我从大北京上来 或者听过我发音课 同学 我们发音秘密就是一口气 那么一定要存气 你的声音 要省气 这是所有发音的一个最终原理 所以谁是最不受欢迎的 就是h 我们原来讲过的鸡穿现象 love him 就叫love him 不要读love him 喝 太废气 所以这个h呼音 是最容易被省略掉的声音 大家还记得这点 请打个一 我都忘了 我在发音界 我的天 当年叱咤 叱咤天下的日子 都忘了 我的天 好久不叫发音了 好 所以这个呼音h掉了以后呢 它就变成了bit 这个bit就是bt bit啊 就是btbit 好 这是我们好理解了 d d 想起来了没有 分离回消伞 没有 想起来先打一 分离回消伞 d down 向下 想起来了啊 就是这么 debt 就是d加bt 就是没有 啊 这东西不是我的 啊 这都是我 我没有这个东西 叫什么 我欠 我有债啊 这东西啊 啊 我现在拿到这个钱 不是我的 是我欠人家 的是债啊 对不对 这点是不是很好理解 很好理解啊 走 走 往下看啊 这个债可以是什么债 除了各种各样的钱之外 请看这个句子 he was so good to me that I owe him a debt 他对我这么好 我欠到了一个债 欠的啥 人情债 人情债也可以要 也可以叫debt 都叫欠的债 欠的债啊 记住啊 没啥好讲 为什么老讲这个呢 来了啊 有意思的来了 啊 有意思的来了 你debt叫债 对不对 哎 好了 那请看 duty这个家伙是啥 啊 有人 有 我讲啊 就是比如说 我们欠了债 欠了债是应该干什么 应该还的 对不对 啊 应该还呢 所以古代人想 那我想要一个欠债的账 八经的名词 所以他一想到名词 他想到哇 标准的名词谁啊 ty啊 ty不是不是那个最标准的 那个名词结尾吗 大家想到这点了没有 对吧 记得啊 所以这个dad实际上就是duty 就是欠债 就是欠债 好 往下跟你讲啊 你说哟 这咋可能了 因为duty 你背的是不是叫责任 叫工作 责任和工作 是不是你欠 老板给你发工资 你拿到了钱 你是不是欠老板呢 你应该做的事叫职责 什么叫欠债 叫你该还 你该去做 你对国家欠的啥呢 就你买东西 你必须要上税 你得把国家的养 养起来 你是纳税人 这个叫duty 大家听懂这一点的 请你打一 没有听懂你打二 我再给你这个例子 没关系啊 一二一起打 让我看看我的教育效果 就是你欠别人东西 你就应该去做 你就应该去做 好这样吧 直接打了个二 我说这跟职责什么关系 来了 我现在讲了 看好 你的爸妈经常给你 我这个例子上了 你的爸妈经常给你 it is my duty to raise you up 对啊 你字面讲过来什么意思 就哎呀 我的职责是得把你养大 因为我是你爸妈 我有这个职责 得把你养大 我老百姓的话咋说 这是我上辈子欠下你的 你听懂了没有 正因为我上辈子欠下你 所有这把我应该做 我该把你养大 现在你听懂了 听懂请你打个一 诸位所有同学 所以这个duty 它是来自于debt 他们之间的关系就这样 上辈子欠你的 我得怎么样 好了 好 我们再往下看啊 好玩的又来了 好玩的更好玩 duty是名词 那我得想要一个欠债 该做应该做 我想要个形容词 老外最狠了 形容词把ty滑掉就行了嘛 duty把ty ty一去掉 形容词嘛 给你嘛 给你嘛 来来 就是哪个词 就是do 看到了吧 就是do do啥意思呢 就是该做的 应当的 应当的 该的 预期的 什么叫预期 你该做啥 我都知道 比如现在你欠我一万块钱 你该干啥 你不用说我知道 我能预计得到 你赶紧挣钱给我还去 大家听懂了没 听懂先打个一 我给你讲这个例子 好同学说 预期的 比如说 Mike is due to arrive Mike应该在什么 5月1号到 对吧 什么叫do 那是你应该的 你该到这时候到 我能知道呀 这是你肯定要到 你该到 应该到 对吧 好了啊 好 还有 大家平常背 是不是do to叫因为 是不是这点 承认这点打一 你背的do to 因为 鱿鱼 承认打一 背过这个do to 因为鱿鱼 你背的好累 你背的好辛苦 这是我帮你理解一下 当然背 因为鱿鱼 没有错 但是呢 你听我说 他什么 也叫欠债 可好玩了 我带大家玩一玩 这个因为 跟欠债 有什么关系 如果是好事 你会说 多亏了 多亏了你的帮助 我才成功了 这个亏是什么意思 叫亏欠 欠债 第二 如果是不好的事情 你do to 我这次失败 do to the stupid teammate 就是因为这猪队友 这是我上辈子欠你们的 你们这么差 这次失败 都是因为你们 这我上辈子欠下你的 是不是经常这样说 承认这 听懂得打个一 懂什么 多好玩 听懂得打个一 所以你的因为 是因为欠了债 我这干嘛呀 所以这个do这个单词 这样的 好 我们再给大家 接下一个词 说 那我们有形容词了 你再给我个副词 你再给我个副词 副词还不简单 我们都会造 加给LY上 do 新词一个 好词一个 叫及时地 按时地 这应该打图也得 就更好理解了 及时地 按时地 这词不错 这个词不错 这个词比谁好 这个词比那什么 及时的 in time 那要好多了 比如你看 the government solved the problem duly 写作文 我经常推荐大家用duly 比那什么 及时 in time 好多 记住了没有 及时的 按时的 就赶紧做 你就该去做吧 听到打个一 duly记住吗 副词 比in time 要高大 叫我们说的 inhabited 比那Lyvian 要高大 我们再来一个词 考研重点单词 来了 叫endeavor 先给我念 叫endeavor endeavor 好 至于我们来看 in这里的 in 就是在什么里边 这个deavor 就是debt 债 这个v变成b 我原来早都跟你讲过 日本人那个笑话 vb不分 vb本来就很难分 对啊 对于那 当然对于那个 纯齿不好的人 真的很难分 thank you very much 我们说过那个笑话 吗 那个日本人一读 thank you b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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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和b不分 所以这个deavor 就是deavor 就是债 endeavor 就是人在债中 欠了一屁股的债 那请问 你在债中 endeavor 你应该怎么样呢 努力 这点没有问题吧 这个逻辑没有问题吧 你欠了债了 你再不努力 你想被人家 你想被人家 债住盘子吗 没有问题啊 打一啊 没有问题 所以他名动两用啊 名动两用啊 所以我们又认识一个好词 你看啊 please make every endeavor to arrive punctually 请你努力 竭尽全力 要准时到达 他可以替换 我们平常说的 effort 看到了吗 看到打个一咯 同志们 看到打个一啊 endeavor 学一个新词 代替effort 做动词就更妙了 写作文 我鼓励同学们 我经常鼓励同学们 they看这个例句 they endeavored to make her happy 他们竭尽全力 让这个女生高兴 让这个小姑娘高兴 这可以代替 try what's best to 没有问题吧 你用的是 啊我们竭尽全力 try our best to 那是最土的一个 没错吧 endeavor to 学会的打一 endeavor to endeavor to 好了 走嘞 好 下面这个habit 我们再接说这个呼音呢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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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没了 喝没了 喝没了剩啥 你知道不 你刚才跟你说了 喝没了剩bit 哦 那太狠了 这个habit 喝没了剩这个 叫able 大家看到了没 这就是你的able 这个habit 这个ab 就是你的able 哈哈哈哈 就跟handle hand的一样 什么意思 说哎呦 able不是能吗 哎 able不是能吗 这这这跟拿有什么关系 原来跟你讲过 这叫拿得下 拿得下 比如handle handle le handle这个le啊 过去表示小嘛 原来跟说过门把手嘛 我一把能抓得下 拿得下 就是我应付得了 处理得了 还记得这个 还记得我这个内容的大一 就是在讲le 这个后缀的时候 原来指门把手 都拿到手里边 所以我都攥在手里边 我拿得下 所以able就叫拿得下 拿得下 给你个这活 OK 我拿得下 我吃得了 这活 你给我吧 我OK 我扛得住 我拿得下 所以他叫able 有能力的 还有我们叫啥呢 我们把词后缀嘛 able 我们讲过的 所以请看这些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主要复习词前缀咯 enable 使能够 ed 抽象名词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 性的 inability 否定 记这三个的答应 in 使得 ed 抽象名词 in否定 行了 这一看没啥呢 使能够能 能 inability 无能 这些单词是不用被 免被 免记忆 好 我们来个猛一点的 叫disable disable 它的字面意思叫 让什么东西 不行了 坏了 好了 如果是东西 大家记得啊 叫弄坏 如果是人 那可就残疾了 这能理解吧 这能理解吧 能理解啊 好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呦 完了 比如说 这个好理解 小孩 这个小朋友 the kid disabled the telephone 什么意思啊 这个小朋友 把这个电话给弄坏了 这好理解 我们看下面 这个人 the leg wounds the leg wounds 腿伤 啊 让这个士兵咋了 残了 残疾了 理解论 理解先打个一 就disable 表示跟人在一起 就弄残了 弄残了 让这人坏了啊 这活人干不了活了 当然你看好 用法主动 可以 the leg wounds disabled the soldier 对吧 倒过来用 可以 被动 the soldier was disabled by leg wounds 啊 残了 也很好理解 所以下面这些 也没啥好说的啊 那你看 disabled 残了 东西就是坏了 disability 人就是残疾 东西就是坏了 瘫痪了 用不了了 disablement 等于disability 因为他俩都是抽象名词 后缀 所以他俩意思一样 看到了吗 看到大一 人残了 东西瘫痪 坏了 好记得很 好记得很 英语有什么难呢 一点难的都没有 不好意思 真的不难 你答应我 今天之内 一定要把这东西 给咱复习一遍 听到了没有 就是那个五字天书 没有中文 我马上下课就传上去 密码如 叫什么 照旧 听听了吗 同志们 今天四十个单词 叉叉过完 OK了吧 OK了吧 我们下节课再见 好不好 效率还可以吧 三十分钟四十个单词 我相信你肯定不会忘 你等会打开那文件 你忘了就怪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高效 一万单词指日可破 好 下一个再见 不吹牛了 好 下课 下课 那么 咱星 不吹牛 词 快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